通常的焊接方式我们有电动热笼 电动摩擦 气动摩擦 超声波等 不同的焊接失败都存在性能的差异 操作方式也不一样 不同的焊接方式和方法所产生的焊接结果差异也很大 如果提高焊接性能除了产品的性能要过瘾以外 还要对不同焊接失败的性能有所了解 首先要检查烫头的平整性 激烫情况 压紧力 温控情况 注意到电压的稳定性 压紧力是否合理摩擦片的异常情况 摩擦和保压时间是否合理 注意到气压的稳定性 气管 气路的合理性 空气 路点 压紧力 摩擦片的损坏情况 摩擦和保压时间的设定 任罚情况等不是很普及 但将来是一种趋势 这时首先将两根带直的机头 充分叠合 确保叠合面的有效长度 与机口角度 焊接点 焊接点的容体溢出量 时间控制等 这些都会影响到焊接的拉断力的 感谢观看